大家好我是小卢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这个隔夜茶能不能喝的话题 现在就是经济也发达了 大家的生活成员普遍提高了 喝茶养生逐渐也被大众所接受了 所以说现在也马上到夏天了 好多人就在纠结说 我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泡了一壶茶 然后呢我明天早上能喝吗 对吧好多人都去问这个话题 那么我就从这个理论上去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隔夜茶能喝还是不能喝 首先呢我给大家明确一下隔夜茶的概念 好多人都认为隔夜茶说是过了夜的茶叶 但是实际上来说隔夜茶的话 就是只放置了12个小时以上的茶叶 打个比方说这个茶叶是早清泡的 然后你到了晚上它超过了12小时 那么它就可以称为隔夜茶 所以说隔夜茶通常就是只放置了12个小时以上的茶水 这个是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时间概念 但然后就是说这个隔夜茶它对人体有害吗 好多人都会说这隔夜茶喝了之后会致癌 实际上就是隔夜茶它长时间放置以后 茶叶里面的茶多酚它会发生氧化会产生氧化物 但是实际上这些氧化物它对人身体是没有什么坏处的 如果说就是它不会致癌 但是因为它长时间放置吧 茶叶里面的维生素它已经全部流失了 就喝起来对人身体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效果 这是一方面就从理论上来讲隔夜茶是可以喝的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是不太建议去喝隔夜茶 打个比方你像夏天天气非常热 你这个茶水放置了12个小时以上 因为温度比较高 然后它茶叶里面的一些蛋白质一些糖类物质 它就会成为这个细菌的这种养料 进而就滋生这种细菌 如果说滋生了细菌之后 你喝了隔夜茶你就会产生腹泻的情况 所以说对人身体是不是很好的 所以呢我也是说建议大家尽量隔夜茶不要去喝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这隔夜茶它有什么好的用处 好多人都说你看你隔夜茶你也不让我喝 那我隔夜茶是不是就只能倒掉了 就只能浪费掉了 那么我告诉你隔夜茶我们可以不用浪费 我们就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效果 打个比方你比如说有一些皮肤敏感容易晒伤的人 你把这隔夜茶水涂抹在皮肤上 它就可以这个很快的去消炎 然后去解除这个皮肤的这种疼痛 这个效果会很好 还有的就是说你比如说有的人黑眼圈很严重 然后你涂抹上这个隔夜茶水之后 它这个效果也会很好 再有的话就比如说你这个隔夜茶水如果说你特别量特别多特别大的情况下 你可以用它来洗头 洗头的话就是可以去油而且养发护发 当然了你这个用隔夜茶水去洗头的话最后肯定是要用清水冲洗干净的 再要么的话就是你比如说你的隔夜茶水你可以用来去擦拭厨房的一些小用具 比如说灶台还有厨房的这种刀具之类的 它除屋效果非常好 而且它也生态也比较健康 所以呢就是说隔夜茶能不能喝 我觉得就是尽量还是不要去喝吧 然后就是我们大家也不要把它浪费掉 然后把它利用起来 好了今天我们就讲这些吧 如果大家就是有一些什么茶叶方面的小疑问啊小问题 大家都可以给我在视频下面评论或者是私信我都可以的 有什么能帮助大家的我都会尽可能的去给大家帮忙一下